這半天就是2020年的渣達馬拉松啊 那前一天我已經刷迴子丹 通知我要來信義的威秀徒步區 來報到而且領取這些參賽的這些物品 那我就來帶你們看一下 這次渣達馬拉松的賽前領取物資有什麼特點吧 跟我走 GO 就是這邊啊 全部都是渣達馬領物資的地方 而且這邊平常就是信義威秀 我們待會就去看一下這次領物資有什麼特點吧 我已經忘記我迴子丹了 趕快派一下查詢一下我的號碼 好那我們就進去排隊吧 走 這邊 嗨 這是我的 好幫你看一下喔 那證件 那稍等我一下 好謝謝 所以如果你忘記你的回子單 前面那邊有個QR Code 掃一下 輸入你的身份證 就可以查到 那這邊的話 是你的 砲碼布 上面幫我核對一下 這邊有你的晶片 好 好 那我們衣服的話 衣服尺寸是M砲的 對 那這樣子的話 那別針有需要嗎 別針沒關係 不用嗎 那我這邊幫你放一張場地圖 那裡面有你的起跑時間 再稍微幫我多注意一下 好謝謝 那這都幫你裝起來 謝謝 謝謝 報到完成 那我們就來開箱一下 這次殺大麻屋 知道有什麼吧 這是我的 號碼布 然後還有這個是晶片 後面有醫保卡 記得醫保卡 一定要放到你的那個 紅色記錄帶 東西才不會不見喔 然後再來就是 這次的衣服超級環保 竟然是用布織布袋 以往都是用塑膠袋 我覺得超級不環保 然後布織布袋 它就是比較環保的材質 重點是你還可以重複利用 然後這是這次的13K的衣服 因為這次我的報名時間比較緊 所以半碼好像就沒有名額 最後我就選擇13K參賽 超好看的 還有這是FutureMaker的這個活動的logo 再來就是活動當天的平面圖 這有一個起點的一個是終點 因為起終點不一樣 所以它就標示很清楚 你要去哪裡領物資 你該去哪裡寄物 還有各組的出發時間都不一樣 我覺得很棒 這是渣打馬物資超級簡便 就沒有太多那種多餘的廣告文宣 這樣比較環保 好我們報道完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次還有一個 渣打馬的愛心意脈 這個計畫非常厲害 它是一個叫做FutureMaker的計畫 那計畫是希望可以透過這些 絕版品的物資意脈 然後把這些所得全部捐給16到35歲 有可能是一些弱勢或是低收的青年 幫助他們有學習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超讚的 一定要響應一下 所以這是它絕版品意脈 有賽衣、運動毛巾跟浴巾 剛好我覺得他們浴巾蠻好用的 然後我也想挑幾件 賽衣送給我的一些高中大學學弟們 可以讓他們訓練使用 而且它現在滿300件還有送測背帶 那我們就去挑選吧 這浴巾我超級愛用 到現在我洗澡都還是愛用這條浴巾 因為它材質還滿好的 然後它就有分一些尺寸 這邊有L、XL、2XL 還有剛剛的XSS還有M 那我們就挑幾件吧 挑超多件短袖 還有一個浴巾 然後結帳好像在前面 我們去前面結帳吧 我買完了 而且他們現在還很響應環保 因為這個是一個易賣的性質 所以如果你買完之後 你的收據 會有一個工藝收據給你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掃描 QR Code 直接用電子的收據 這樣比較環保喔 好,那以上就是這次我來 台北信義威秀徒步區 領渣達馬拉松物資的過程 那這次現場領務的時間 是從今天 禮拜四早上的十點 到下午五點 然後連續為期三天 所以四、五、六、三天 你只要早上十點 要下午點 來到這個信義威秀徒步區 都可以領取喔 重點是一定要一起響應一下 這次FutureMaker的活動 我覺得它可以幫忙一些 弱勢青年 有一個讀書或創業的機會 我覺得非常好 好,以上就是這次我來幫大家 開箱渣達馬拉松領務資的過程 那這個週末我也會參加13公里的賽事喔 那我們就渣達馬拉松賽場見啦 掰掰